快 杜宇 下来 你们是谁 放开我 放开我 孔芳 你在哪儿 走 有点小人啊 孔芳 妈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打了那么多的电话给你 你也不接 你也太夸张了吧 夸张 我就是得了一个感冒而已 你告诉冯丰 说我生了什么大病 害得她一大早 就到我这儿来 不过啊 我也是挺想她的 我看到她呢 也是挺高兴的 等等 等等 你是说冯丰来过 是啊 我跟她说你得了重病 对啊 你怎么不知道 没有 你这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让我看看 我出去一趟 我出去一趟 你没事吧 走了这么多家电 还是没有找到 我看啊 还是把你剪掉算了 不过看在你对那个死黄辉 还是有点意义的分上 我就暂且保你一条小命吧 老板 老板 喂 冯丰 我没看见她呀 她怎么了 好 姐姐 醒了 醒了 姐姐你醒了 小枫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你们 你们没事吧 没事 这是哪儿啊 什么鬼地方 冯丰还是冯昭仪啊 姐姐 又是你 我们又见面了 我知道你就是那个拓拔链 李欢和元宵已经到了现代 对你一点威胁都没有 为什么还要苦苦相逼 真是妇人之见哪 区区一个北魏 我可不放在眼里 我要的是千秋万事 千秋万事 简直是痴人说梦吧 就怕你连个影子都没看着 你就已经翘辫子了 如果 我肯定我能看得到呢 你要长生不老 如果我是拓拔亮的话 可能我说的是疯话 可惜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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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姐姐 姐姐 我们还是不要招惹她了 她就像传言一样 是个疯子 疯子 我怎么感觉 她说话的感觉和语气 好像在哪儿见过 当您在宫里的时候 她出征在外 从未蒙面啊 原下睡了 但是他的情绪还是很激动 一直吵着要去报仇 要打要杀 长期下去 会对他的病情有影响的 要一个小朋友 承受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真是可怜 以后还要拜托你好好照顾他 一定不能让元宵的病 继续恶化下去 现在情势非常紧急 我们一定要加强安全措施 无论花费多少人力物力 都不能出现任何漏洞 元宵 元宵一定不能再有任何问题了 老大 都是我的错 被人跟踪了还不知道 我不是要怪你 我只是没有想明白 他们怎么知道 冯芳会去黄徽家的 你确定路上没有人跟踪你吗 你确定路上没有人跟踪你吗 要跟踪一个退伍军人 没那么容易 可到底为什么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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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 我警告你们 别再烦我了 否则 头发亮 是我 我是妙之安亮 我是妙之安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们的事业 这千年来 我一直想着你 爱着你 当年是我的错 是我不应该舍弃你 可是 可是如果我不进宫 我爹就会被降罪 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牵连 我不想他们因为我而受苦 我不想他们因为我而受苦 我嫁给皇上 是情非得已啊 亮 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在我心里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一分一秒都没有 还记得这块玉佩吗 还记得这块玉佩吗 是当日在梨花树下 你送给我的定情信吗 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 就好像 您在我身边一样 我懂我也知道 你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等我 爱我 是我 纵容我 成功啊 太感人了 放开 亮什么亮 果然是个戏子 下面可是 少许的 得罢了 有哪儿 我不是说过 看你 他先想儿子 你이는这个其他人 给我严加看管 别让他们烦我了 是 吓死我了 我以为她对陈皇后情深 会对我们网开一面 没想到 在心里没有爱 只有恨 还好我早有防备 处理了那个傻瓜 否则他今天一定会